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是适合的地方 适合的地方 有的人讲中土 来降生是有这个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降生在加比罗为国呢 因为这个国家的国民道德高 也赶得佛陀的降生 第二 父亲靖范王 家里积了九十代 修善积德 九十代 真是不得了了 九十代 我们能够三代行善已经不得了了 他修了九十代 释迦摩尼佛才来他的家里降生 第三 在娑婆世界众生跟佛法的姻缘成熟了 所以佛陀降生人间 这个小秤跟大秤都是有这样的 入胎 母亲这个摩尔夫人 看到菩萨成这个六崖的白象 腾空而来 从右 从右泄入 右泄就是这个地方 右泄 像我们睡觉就是右泄 右泄就是这个地方 知道吗 右泄就是这个地方 有的人啊 有个徒弟告诉我说 释迦摩尼佛是白象来降生的 真是的 傻孩子怎么是不懂呢 什么释迦摩尼佛是白象来投胎的呢 他看到这个 他不知道这个是意义 把柄拿起来 六支牙齿是表示 是六度 白象是表示万恨 他身负重任的意思 怎么是他是大象来的呢 那佛陀大象来的 他哪里有智慧呢 那国不可以是也 什么大象是吗 所以这是表法的 表法的 知道吗 六崖的白象就是表示他是修六度 白象就是他忍辱负重 还修六度万恨 要来度众生了 是腾空而来 母亲呢就梦到了 成六崖白象 见到菩萨成这个六崖白象 就表示菩萨成这个六度万恨 要来度众生 从右泄入 那就就有孩子了 入胎 大圣小圣都有 助胎呢 小圣没有助胎 合入脱胎 大圣有助胎呢 大圣为什么有助胎呢 华言经里面讲 释迦牟尼佛在胎内转大法轮 讲给那些大菩萨听 因为大菩萨是四四外法界 小人龙大 大的龙小 在母胎里面就讲经说法了 释迦牟尼佛在母胎里面就在讲经说法了 在我们看了母亲的肚子里面是很小 在菩萨的眼光看了母亲的肚子里面是大得不得了了 如虚空了 如虚空了 所以华言经里面呢 他就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来助胎 按照他胎里面讲经说法 独量的菩萨 因此小圣没有助胎 大圣是有助胎 出胎 4月8号在成东的南平林岩 从母右翼出生 右翼出生 从这里出来 释迦牟尼佛没有从母胎的不静之处产生 他是从母亲的右翼出生的 出生 因为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不淫逸 所以不从母亲那个地方出来 生生世世直接清净 所以算是一种世线 而印度的风俗 生这个儿女 他必须要回娘家生 不可以在父亲的家里生 所以南平林就是 释迦牟尼佛母亲住的地方 释迦牟尼佛他母亲住的地方 出生以后周行七步 走了七步 口无知发言 天上天下唯我都尊 这个我就是指我们的本性 不是这个假的色身的我 唯我都尊 就是只有我们这个本性 是最尊贵的 最尊贵的每一个人都有 其实国内有三十二种瑞相 比如说九龙吐水 来洗释迦牟尼佛的身体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益佛姐 每次啊 都用那个香花供养起来 然后又叫一个小孩子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呢 然后啊 我们啊 跟佛陀灌顶 那就表示啊 洗佛的身 消消我们的业障 可是释迦牟尼佛入捏盘啊 那我们洗什么 那就洗铜像啊 洗铜像啊 表示我们对佛陀的崇拜啊 无限的追思啊 佛陀那个伟大的圣人 他老人家 在最痛苦的这个沙坡世界 来实现了我们呢 崇拜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一生一世啊 为众生 为法牺牲他的生命 是值得我们呢 是五体头地的佩服 我们不是 不是不知道 那个是木头 那个是意识 那个是同 可是我们见到下 我们想到佛陀的伟大 他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的义佛节 那么就是 十月八号啦 那么有的讲国力 有的讲农力啦 不过这只是个追思啦 时间并不重要 只是个纪念性质啦 像阿弥陀佛圣诞啦 说十一月十七 其实他不是在我们苏婆世界出生的 你就是在印度出生的话 他那边的日子跟我们这边也不太一样啊 也不太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讲 佛陀出生在四月八号 是是讲四圣地 八是讲八正道 哦原来这是有含义的 哦原来是四圣地 把转世转这个苦极灭道这个法轮 又在八日是讲八正道 哎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定在四月八号诞生 可能也是有点含义吧 那像我们定观世音菩萨的 什么九夜几号啊 这个二夜什么十九啊 什么我觉得这个 只是一个追思而已 怀念而已 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 我们这里的一大节是 极乐世界的一日 那你怎么算时间呢 我们这里沙佛世界的一大节 是极乐世界的一日啊 一天啊 那你怎么算时间呢 我问你呢 你根本没办法算时间嘛 你从哪里算极乐几号呢 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圣诞 也只是一个纪念而已啊 他并不是从母胎出生的那一天 要不然你告诉我 阿弥陀的母亲是谁 你讲啊 观世音菩萨的母亲是谁 弥勒菩萨的母亲 爸爸妈妈是谁 大师是菩萨的圣诞 你说呢 委头菩萨 委头菩萨的生日 文殊师利菩萨的生日 普贤菩萨的生日 所以说啊 所以说这个佛菩萨的圣诞呢 并 只是一个意义而已啊 并不代表什么啊 看你要定在极乐几号都可以啊 我会在极乐的生日中 就应该在极乐里面 然后我们下极乐的生日之后 感谢观看